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成学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文拽Spark系列之Spark Call,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有如下四个,分别是Spark运行模式介绍,Spark极权安装,Spark程序执行流程和Spark相关名词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好,那么开始今天我们的继续学习 那之前已经给大家搭建过Spark的当前集群 而且我们也在当前节点上给大家跑了一下我们Spark当中的一个案例,派的案例,对吧 那么我们也根据案例画了一下当前Spark的执行流程图,并且在里面进行了简单说明 那这节课呢,我们主要对当前流程图当中的某些角色呢,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个解析 也就是Spark下的一些名词解释 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上一节课所画的那张图 那这张图中呢,已经对当前那些角色呢,进行一些说明了,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进行一个详细说明,我们把这句执行呢,弄在这边来 然后呢,放上一个test,我们来进行一个说明啊 好啊,那这些呢,就是当前的浪摩斯下出现的一些角色啊 首先第一个Clend,就是我们当前的客户端 它呢,主要作用呢,是负责提交作业到Master 就当前咱们那条件,提交Master 然后Master呢,在这里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是StandLong模式下的主控节点 同学们啊,咱们这里的主控节点 然后呢,这主控节点呢,负责接收当前Clend的所提交的作业 管理Worker,并命令Worker启动当前Driver和Escuder 比如说Master呢,这个主要作用呢 一是管理Worker,二是管理咱们那个Driver啊 然后Worker呢,也是StandLong模式下当前的一个 Sleeve,一个节点的守护进程 负责管理本节点的资源 定期向Master呢,汇报心跳 彼此之间呢,保持自己的联系 然后接受Master的命令啊 然后启动Driver和Escuder 就当前我们的Escuder启动啊,和Jer启动啊 对吧,然后初始转呢 Jer端,就是当前咱们的Clend的这个位置啊 Jer端,那一个Spark作业运行呢 包含一个Jer进程 也就是作业的主进程 负责解析作业啊 生成当前Stage 并调度Task到Escuder上 那这里,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会生成Stage 并调度当前Task呢 存储到当前Escuder上啊 存到Escuder上 然后这里包含了DAG Scheduler和Task Scheduler啊 除此外呢 Escuder即真正执行作业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当前执行完这五步之后呢 是要把作业弄到哪里呢 是挪到我们当前那个Escuder这个位置啊 Escuder位置 然后呢,这里一个集群呢 可以包含多个Escuder 每个Escuder呢 可以直接接收Driver端的命令 也就是当前那个Task 一个Escuder呢 可以执行一个叫多个Task 比如说咱们如果传到这啊 Task是在这里面跑的 然后Stage这个词呢 是Spark作业一般包含多个Stage 后期我们学习RDD的时候呢 我们会详解Stage到底是什么 在这也大家要先有一个Stage概念啊 除此之外 Task呢其实就是我们熟成的作业 那一个Stage呢包含一个到多个Task 那通过Task呢执行并行的运行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在Jar段呢会划分Stage 然后通过Stage呢会出现Task 把Task传给Escuder 通过Escuder呢来完成Task运行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DAG Scheduler 实现了Spark作业的解析啊 一个到多个Stage 包括每个Stage根据RDD 也是后期我们要说的算子的partition的个数 决定Task个数 所以这里这个位置其实就是Task的一个系统划分 除此之外呢 然后生成对应的Task啊 然后存放到Task Scheduler中啊 那我们通过Task Scheduler中呢 就可以把Task作业分到Escuder里边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当前StandLong模式下 存在的一些角色和当前角色当用到的一些名词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那OK我们今天的讲解到这里结束 点击 字幕提供